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啊 翻牌已经被发了出来 A4勾两张草花 这小兔子拿着KK 怎么能让勾9不同色这样的牌入池呢 这个翻牌面有A4啊 兔小姐被盖了一顶帽子翻后也是没有打 这一手KK有点慌啊 DGF拿到顶对打400 感觉400刀已经足够劝走Poker Bunny了 KK玩的有点郁闷 人多人少就放一边啊 翻牌面看到A4就很恶心 最终剩下了邱姐一个人 转牌 哎呀一张9啊 美女拿到9勾两对 我个人非常喜欢CIA的性格 非常的沉稳 合牌一张草花疤 后门的铜花也被发了出来 不过我觉得CIA肯定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哇哦竟然不打吗 其实9勾两对完全可以去拿价值的呀 看到对手的9勾两对 DGF摔出了牌 哦轮到DGF的安慰奖了 这是一张Vateria Secret 维密的购物卡 同样是价值50美刀啊 非常的贴心 给嫂子买个什么内衣啊 化妆品什么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手牌不至于上头吧 继续来看这手牌 DK拿到了AK 加注到了120刀 翻前没有人再加注了 CIA一对六仅仅选择了跟注 翻牌259 公牌面没有大牌 DK选择继续开枪 实际这种牌面啊 牌手的重牌率啊 还是有的 尤其翻前那么多拎不住持啊 CIA一对六直接走了 而DGF啊 虽然没中牌 但他恰好拿到了一手 双头顺的挺牌 这个牌如果转牌掉一张A4 又是老冤家的冤家之战 DK这一枪打的虽然不算太重啊 只有半持 但是对于DK来讲 他后手只剩下了1150刀 DK是真的喜欢打短码 因为他总忍不住啊 想要去推欧印或者接欧印 甚至拿些脏牌去拼运起 所以深仇真的不适合他 转牌一张K 哎呀呀呀呀 合牌这张A4还真掉了出来 本来说看到这张K 我以为DK赢定了 合牌DK拿到AK两对 DGF也卡到了顺子 直接叫了老DK欧印 这手牌要是DK能盖得掉 我直接把我们家电冰箱吃了 口下来 恭喜DK上桌半小时 再输光光一次 不知道DJ那边 有没有多准备一份安慰奖 咱们接着往下看 杰米六七不同色 加注到了120刀 DGFK勾跟注 Darren A7跟注 DK的三臂 这张桌子已经加上了40刀的第三个盲注 哦呦这个翻牌 天哪 这对欢喜冤架是真的喜欢拿冤架牌 两人同时中钩啊 倒霉的DK刚刚重新做了买入 又要被学习吗 转牌DGF下注 500刀的坡打300 这个盘面DGF主要觉得 如果再任期发展下去 转牌再掉9再掉10啊 都会变得很麻烦 Darren中七都跟了下来 DK看到一个下注和一个call 这可能要往回推了 一千还是两千啊 一千两百刀 行了 转牌干光光 今天晚上的Poker Bunny2小姐 感觉她打的就跟她穿的一样紧 几乎没怎么入口吃 最终DGF转牌并没有再加注 仅仅选择了跟注 哇哦 合牌竟然是一张二啊 哇 DK逆转了 牌面的三张红桃 我相信绝对不会影响 DK在后手拿价值啊 River没开枪吗 DGF 那他肯定以为自己还是遥遥领先啊 想骗DK下注 看到DK打了 DGF满心欢喜 他一笑 我感觉DGF这还在slow row啊 他肯定觉得自己领先 看到DK亮出勾二两对 才知道自己slow row的筹码啊 是真的回不来了 恭喜DK拿下这个底池 来看这一手牌 老六八九黑桃 先手做的加注被DGF用K10给推了回来 DGF这位牌手啊 只要他不犯困 那他的入持率啊 绝对是不会低于七成的 不信大家看到结尾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他的VP DK拿着一手A10 也没有走 翻牌K60两张黑桃 是一个冤家面 不过这回倒不是来自于欢喜冤家两个人啊 DGF拿到K10顶两对 后卫直接打 2500的坡 下注半池 老DK这一对10 哎呀 这要是单挑啊 call就call了 后面还有个人没动呢 一对10 说真的就盖掉吧 别再送钱了 我还是挺心疼DK的 主要是看他输钱 输的实在是太多了 不会吧 5001000 嗯 他数出了1500啊 还好没上头 DK走了 但是老六这手牌肯定是不会走 反手直接推楼印 将了DGF一军啊 顶两对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跟下来 将近一万每刀的底持 来自于一个10刀 20刀的牌桌 好 来看看结果如何 Max Pay Monday的牌桌啊 所有的all in啊 只可以发一次牌 没有说发两次 保个本的 所以对于Cash Game来讲 确实很残酷啊 一手牌定输赢 即使被Bad Beat干掉 也只能苦笑着 把打掉的牙咽回肚子里 转牌直接来了一张黑桃 老六拿到了铜花 没有K没有10 最终DGF支付给了对手5000刀的筹码 刚刚赢点钱 全还了回去啊 接着往下看 今天这张牌桌也是有点意思啊 这牌我几乎都不用捡 手手牌都是这个样子啊 Flop99A 两人同时拿到顶盾 DGF领先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这回DGF刚刚输了钱啊 又要从JAMMY身上 给收回来了 转牌竟然还调出一张K 这张K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有A死的啊 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分钱啊 除了一手AK 两人过到底 最终合牌一张10 DGF还不拿价值吗 而JAMMY很稳啊 重A死啊 竟然一直不下注 真就觉得自己这一张A死不够用吗 DGF要动了 直接去打价值 1700刀的坡 这里要打就打大点啊 我觉得他甚至读不到JAMMY有A死 如果考虑到JAMMY没牌的话 打小了JAMMY肯定也跟不动啊 还不如打大一点 让JAMMY拿一些什么手对啊 小的口袋对子啊 来抓自己Buff JAMMY有A死走肯定是走不掉的 直接支付了这个超池 辣手催花呀老弟 看看JAMMY这个想刀人的眼神啊 想刀人的眼神真的是藏不住 再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非常的和谐 五个人全部拎不住持 没人夹住 翻牌 啊 KKK 很可惜啊 没人手里有对子 那么估计这个牌面没人敢打 还是要看转牌啊 谁能中牌 谁能赢 很明显啊 其实大家对这个底持肯定都是感兴趣的 就是没人敢打 CIA在后卫打200 DGF的圈2跟住了 Israeli圈10 这个牌面 谁打谁跟啊 都可能会担心对手的一张A4 转牌 哎呀 一张A4既然还掉了出来 那大概率 也只能是一个check check了 DGF的一张圈啊 在这个牌面其实来讲还不错 但是CIA决定还是去扮演一张A4啊 继续投 打600 DGF只要能call 就能赢 跟下来 漂亮 盒牌 哦 哇 好大的一个葫芦啊 行了 那这盒牌可以开开心心的分钱了 没啥说的 DGF打多少 CIA肯定是call多少 CIA问DGF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平分吗 盒牌非得搞我一下 哈哈 DGF猜得很准啊 从他转牌盒牌的两条街的跟注就看出来了 只是很可惜啊 盒牌发的确实比较恶心 好 这一期视频呢 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见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会儿 到这边 要不再走 小姨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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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